頭掌尼的五夠厚 金瑞今天創八年新高盤中 再度接近漲停 還有金華呢 也是創新高盤中大漲4% 哇 這兩檔股票亮晶晶耶 下一檔標股在哪裡呢 朋友 一切一切預告在前面 去想看金瑞跌停的時候 是誰先開牌告訴你 我最看好就是金瑞這檔股票 從先開牌到現在 50% 一個多月的不到時間 居然發生了50%的獲利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同票這一切一切預告在前面 今天還有另外獨家的消息 中國國務院在下午開會 他講的哪八個字 這八個字 彷彿是一個超大利多 台灣股市明天還有機會續展 真的嗎 今天節目一定要看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LUNA 今天是11月29日 台湖開牌14503點 中場收在14709點 漲152點 聯準會官員的鷹派發言表示 市場低估了升息的可能性 明後兩年的基準利率 可能會保持在5%那麼高 還有中國的白紙運動 讓市場對經濟成長產生擔憂 因此每股四大指數全數收低 但是台股大盤今天開低後 突然逆勢上漲 明天會繼續點火向上嗎 後續盤勢解析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本市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場場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LUNA 各位投票大家好 大家好 投資長你昨天許的生日願望 真的實現了耶 火山爆發 很多人還問我的蛋糕卻還沒買的 是真的可以吃的蛋糕喔 對啊 不知道的話看昨天的VCR好不好 是 馬上願望出現了 台股 那五夠後 金睿昨天漲停 今天創八年新高盤中 再度接近漲停 是 看來台股真的有機會 跟這火山蛋糕一樣噴出去喔 嗯 真的好 持續噴出去 亮晶晶嘛 對金睿一直漲 一直漲 金睿從之前送到現在喔 尤其碟停板那天 趕緊公告到現在 碟停板我打開牌喔 沒有人像我這樣子喔 那個時候 到現在已經漲50%了 喔已經50%了 有沒有50%了 你那時候不認識你 你會套老是長榮揚明望凱 或一些股票 是 你想想看 你50% 你其實200萬你已經賺到300萬了 嗯 解套並不困難 困難的是你的心 有沒有先解套 你的心沒有先放開來怎麼解套 你的心已經先認為你會失敗了 怎麼解套 人的心理很奇怪喔 很多人說 我在 我如果你說我人生比人家成功 我很了解人性 如果你的內心告訴你自己 你告訴你自己說你會成功 你還不一定會成功 因為你會質疑你自己 可是你內心告訴你 啊慘了我會失敗 我就是會失敗 啊不好意思你就是失敗了 這不用考慮 這真的不用考慮 所以你的內心覺得 哎呀 我股票就是要套牢了 我股票就是賺不了錢的 啊隨便啦 反正看可不可以等到解套 可是你內心知道答案是 解套不了了 你在騙你自己 他就解套不了了 人的內心很奇怪 其實你都知道答案是什麼 沒有關係 所以你要找對的老師 精銳你自己看多少根 我的深入力量真的實現了 那你看121多頭歸對 從121的低點到現在 台灣股市收盤價有跌破嗎 沒有 沒有啊 巴菲特缺口14174點 有跌破嗎 沒有 更不用說台灣股市 從12600的時候 我敢跟你壓保 1000份雞排 我有輸嗎 沒有 那更不用說11月10號 我直接跟你講 講了一個月 我說這天最重要 我說只要CPI間期 漲700點 是不是兩天就達成了 是 你去想看你要怎樣的分析師啊 那時候點數才13500耶 我一切的一切 預告到前面 沒關係 蘇坦你繼續講 好 那加上呢 昨天宣布說 12月口罩的禁令會鬆綁嗎 是 欸這個跟投資長說的一樣 就是對觀光還有餐飲是大力多 所以精華呢 又再創新高 盤中大漲4% 還有經濟日報的選股 貨櫃三雄呢 也有2%的漲幅 表現不錯 想問投資長等一下 可以帶我們看這些股票嗎 其實我很多一切的一切 我是預告在前面啦 你叫我預測什麼東西 比如經濟股票 或者是說現在等下中國的暴動 或是政治啊 不是我要透明 昨天有人留言說 你居然討論政治都不討論 你好遜 其實我本來禮拜我要討論的 我們導播說不要講 我本來是想在他講 不過我沒有怪他 因為那時候我其實 LUNA也可以作證啦 那時候我就說可能執政長 執政長這邊可能會大敗 可是我不想講的以後 好像我在吐槽政府 你知道嗎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不需要 因為我跟你講 我認為是這樣 我藍也投過 我綠也投過 可是有些人就喜歡給我 怎麼樣 貼標籤 貼標籤 所以我不如就少講一點點 你們如果真的要我做預測 也沒關係 我就稍微講一下 含虛一點講 你就知道我預測能力 我不論是說 善之天文 下之地理 到預測天氣 然後到預測市場 預測選舉 我都很強好不好 那足球賽我 目前沒有這喜好啦 等到到8強 16強的時候 我再看看 我再稍微猜一下誰是冠軍喔 只要做預測要花時間的 你知道 我現在的心情都已經是在 全部在股市 跟我的會員身上 好不好 先跟大家講 那慢慢跟大家講這些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再看一次 功課簡訊 因為今天是亮晶晶嘛對不對 對 晶瑞 來 Luna幫我念一下 好 恭喜3454 晶瑞盤中持續大漲 股價創下 8年多來新高 安控大廠 受惠美國 以及英國 基於國安考量 去中化的轉單效應 投資長持續看好 首相持股獲利續報 當然這個空格簡訊 我有根本講要發 可是我助理喔 誤會我意思 我昨天想說 受惠美 美及英 要寫美國及英國 他還真的改成美國跟英國 可是那個特助喔 不用每天寫一樣的喔 你懂我意思嗎 你們可以寫別的好不好 是 我再跟特助呼喊談話 那這是普通會員的簡訊 那普通會員的簡訊 就像我節目前面 你看到的嘛 對不對 那都是實際的人口 我辦一場演講2000人 全台灣博友人 辦演講人數比我多 所以行不改名做不改信 郭哲隆視野 同樣你加我LINE 一定要加我LINE LINE要加我Telegram 70%的文章會在LINE 因為LINE我每個月要花二三十萬 我覺得發簡訊要花二三十萬 匪夷所思啊 LINE要跟我收費 我尊重他 所以我才發二三十萬 二三十萬就夠了 也不要發太多 大部分文章就是Telegram Telegram頻道 LINE我們也是 我可以依發多 那你也可以私底下訊息我 看不到 就是別人看不到我們的訊息 好 那Telegram個人你可以發訊息給我 我也看得到 Telegram頻道 只有我發給大家 你們不能跟我對話 所以你要跟我對話 叫Telegram個人 或者加LINE 那以Telegram為主 我先跟大家以Telegram為主 LINE也沒關係 LINE的話 如果你要看的話 你就會漏掉一些訊息 我就跟大家講 這些為主 其他的我通通不予承認 不要再問我說 阿澤澤這是不是你啊 通通一律假冒 好不好 當然臉書我有 可是我不會用臉書 來跟你什麼啊 聊聊天好不好 然後搭訕你 跟你談戀愛 你知道嗎 跟你拍拖 沒有這個時間 好不好 我要 我 團朋友我也不會用這種大頭貼 那一認就知道是我了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所以我不會這樣做好不好 那你覺得 好像很容易仙人跳一樣 然後開玩笑 因為很多時候我跟他談戀愛 你知道嗎 我實在 感覺是 很尷尬 就沒有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來慢慢看大家講 讓我們看 今天台股走勢很特別 昨天我是說過 昨天台灣股市跌多少 221點 是 結果大概只賣差不多 106億 107億 107億 謝謝你 107億 我說 那就代表想像中沒有賣那麼兇嗎 那居然沒有賣那麼兇 你想那麼多幹嘛 同妙你是不是 我是這樣講對不對 對 就代表什麼意思 賣107億 賣 因為為什麼 因為賣100 賣1億跌一點嗎 賣107應該跌107點 昨天跌了賣多點 幹什麼 你看今天馬上攢152點 重點是 Luna你看清楚喔 10月21號在這邊對不對 沒有錯吧 10月21號的低點這邊有沒有跌破 收盤價有沒有跌破 沒有嗎 沒有 都沒有跌破 過121真的多頭歸對了 當然我覺得121多頭歸對了 還不是最準的指標 如果這些準的代表是超級大多頭 今年最準的指標是巴菲特缺口 這邊不會回補了 是 還有CPI的缺口更不會回補 這13500 知道嗎 這邊是14174都不會回補 對 而且我要告訴你 今天台積電的股價是多少 你不買了就是這個價錢的知道嗎 你買了就是這個價錢 什麼意思 買了 就是霸氣啦 不買 有人說是白 我就不要再講了好像霸人家好不好 可是我覺得這不是重點 487這個價錢剛好是什麼 剛好是巴菲特缺口怎麼樣 怎麼樣 嗯 上面嗎 上面最高點 487 剛好是巴菲特缺口製造那一天 這一天啊 這巴菲特缺口對不對 對 可是巴菲特製造新聞以後 最高的最高點這邊 487 就是單天新聞早上嘛 7點我就寫文章給大家 7點有沒有 嗯 你有看到 常常看到我7點寫文章 我這一次我生日的時候 我是5點寫文章 你知道什麼嗎 欸為什麼到5點喔 因為我那一天我12點不小心睡著了 我答應大家要寫文章 本來有時候12點有朋友會傳訊息給我啊 祝我生日啊怎麼樣 每年都蠻多朋友謝謝大家啦 粉絲也謝謝大家 可是我那天就睡著了 睡著生日第一件事你在幹嘛 我生日第一件事情喔 你可能不敢相信 我生日第一件事情 啊慘了 我要寫訊息 我不是寫給朋友們 我是寫給大家 也不用照講 你們都看到我生日的時候就是昨天嘛 我禮拜一凌晨的時候 五六點的時候就寫文章給大家 是 這就是我過著了 你可以去問摩爾陀顧昨天所有的人 如果留在公司就知道 哲哲昨天9點才走 晚上9點 晚上9點 不需要故意演 這就是我的人生 你聽懂嗎 我把我的人生奉獻給各位 可是我和怎麼樣很自在 哇哲哲你為摩爾 我為了大家 犧牲嗎 我覺得這就是我的興趣 比努力 我就是比誰都努力 因為這個已經被我融合 已經跟我呼吸 融合在一起了 這種東西沒必要演 也不需要演 同樣我跟大家 所以你要怎樣分析師 同樣的價錢 參加同樣的價錢 有人說 哇哲哲有人買比較便宜 什麼叫比較便宜 會不會比我便宜個一兩萬 叫便宜嗎 然後我的研究團隊 昨天你看到嘛對不對 對啊 Luna你都可以作證嘛 是不是有分析師執照的 有嘛對不對 有 有快息師執照對不對 沒有錯吧 你可以用人品來做保證嘛對不對 沒有話我們兩個怎樣 兩個要怎樣 一起跳海好了 跳海嗎 沒問題啊 這反正實話嘛對不對 沒有錯吧 是不是有分析師執照對不對 對啊 有快息師執照對不對 是 有才大畢業對不對 以後再投顧借十幾年經驗 這都是 這研究團隊 比一般的 而且這只是研究團隊而已喔 還沒有一些其他特助 住裡頭都沒算進去喔 那我的會非會貴嗎 你覺得我的會非會貴嗎 不會 怎麼會貴呢 高貴不貴 所以你說哇有些便宜 所以社會上很多人搞不清楚 什麼叫便宜 台北市的房子 假設 現在平均一坪一百萬 好貴齁 那如果我賣你一坪八十萬 這叫貴嗎 感覺變便宜了 是 它是相對的 你怎麼是用 怎麼用純粹價錢呢 那我高雄買你一坪八十萬 便宜還叫貴 感覺比較貴 超級貴 不是比較貴 因為我不了解高雄 不了解貨價 高雄大部分都三十啦 三四十啦 啊八十萬怎麼貴咧 超貴的 你等一下台南出生的嘛 台南八十萬也貴啊對不對 不合理嘛 所以你看 同樣八十萬怎麼這樣子 所以怎麼會這樣比呢 我官司研究團隊差多少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生日最大的意願是 希望大家賺錢 我是跟你認真的 我也真的做到了 我也真的要努力做到 我連生日我都是奉獻給大家 就這麼簡單 奉獻各位同仁人 這都可以去問的啦 這沒有必要 都給你胡扯的 所以為什麼我這種粉絲願意相信我 所以我一直要跟大家講 我說求老師買盤 今天應該 現在應該求老師買盤 應該外資今天應該大買 今天外資買超83億 83億喔 比如我想像中買的少一點點 可是我要是要告訴你 他還會持續的買超 那等一下三點好像國務院 中國國務院會發表一些訊息 有兩個啦 說是大好或大壞 我都想聽啦 他說有可能喔 中國要整個封空14天 全全中國啦 全部都只能在家裡啦 嗯 不管上海北京天津 要禁止他們全 全部的人 有人說有此一說 因為美國已經傳出來說華僑啊 在中國大陸華僑 要準備14天的那個藥物啊 跟水跟食物啊 有沒有可能這真的全部都封空呢 第一件事 因為中國消息最厲害 是 這第一件事情 中國情資 說美國情資最厲害 那也有人說中國要解封了 做不了很多抗議了 可是會嗎 最好實話 無從得知 習近平主席的內心最深處的想法 可是我覺得喔 如果硬要說的話 我覺得中國大陸應該是 要也不是現在解禁 你們一抗議就解禁的話 那以後都隨便你們抗議了喔 對啊 我覺得能位置爬到那麼高的人喔 至少你說 人類的心理行為學喔 群眾的心理行為學喔 那個行為學喔 應該很了解 我認為並不會大家想那麼好 那由此一說就說 哇要解封了 中國要解封了 國務院三點要公佈這新聞 要解封了 然後就這樣 港股競爭大展 我並不這樣認為喔 我並不這樣 可是如果預測錯也沒什麼不好 因為說老實話 我覺得中國對岸的人的命喔 也蠻可憐的喔 去外面每天要戳鼻子戳鼻子 很痛苦耶 去那個地方 只要移動個城市 五天內都不能進出 你知道嗎 你從天津到上海 不好意思 你好像什麼環馬 還什麼馬 然後就被你標誌了 你看人好像動物一樣 你知道嗎 就給你做個記號 你知道嗎 那你就在五天內 你就不能亂外出了 好不好 這很可憐 那你只要得病以後 你就非常慘了 為什麼新疆烏魯木齊下 有一些很大的抗爭 因為十個人被關在裡面嘛 說錯了 有十個人傷亡 至少死亡 為什麼 因為那個救火車啊 消防車都沒辦法進去啊 好不好 都耽誤了 好那我們不管喔 我只跟大家講 那這個不管 因為這些方面 除非啦 你說封供十四天 對股市也沒什麼影響 除非直接解封啊 或者說大規模的解封 那真的對股市就有利多了 好不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十二月 我跟你講一年最好做的行情 來Nuna跟我Repeat一下 一年最好做的行情 來 一年最好做的行情 最好做的行情 就是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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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要記清楚就是十二月 我沒跟大家開玩笑的喔 好不好 我一直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那時候一萬兩千六的時候 一二六二九點的時候 很多人叮我 我那時候說一二六二九是低點 一萬六千八是低點 很多人叮我啊 啊其實就差不多低點 現在看一看 啊都是低點啊 那很多人就是一定要 我每天要抓到最低點才行算 然後笑死責 I don't care 是 你到時候看 台灣萬五十賺多少 你看到時候 我們會員的精銳賺多少 啊沒有關係 你們要踏著我的血前進 你們自己不這樣做的 好不好 再看一次這走勢圖 那哪個看這走勢圖 你們看這是非常典型的標股走勢嗎 呵呵呵 對啊 這是大盤 你有看過大盤這個進一個多月 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 幾乎都紅K嗎 你在給我奢想說 你知道嗎 Luna我現在點閱率 我是覺得有點悲哀喔 為什麼悲哀 因為點閱率有下滑一萬 怎麼說 算很多啦 我動輒還差不多還是三萬啦 兩三萬左右 可是下滑一萬嘛 我有點不滿意 什麼意思 行情越漲 點閱率越下滑 對 代表這行情還會噴 你懂不懂 代表大家不相信這行情 這就是半信半疑的行情嘛 是 是不是還會噴啦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齁 所以來跟大家講 然後有人說 如果中國大陸封控十四天 如果是台灣麻將 可以打兩個星期 打到受不了了 好不好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沒關係 我們跟我們互動 有人說問我們創委怎麼看 慢慢的跟大家講一件事 好不好 我們剛才講哪邊去 我跳來跳去 說什麼 最好做的行情是12月 對最好做的是行情12月 不要開玩笑 好不好 創委這個Type-C Type-C遲早要漲 那現在因為現在中石戶大戶主力 很敢拚喔 我 我的金額很飆 可是問題是很多人買什麼 買育榮這種股票 育榮拉上去殺下去 昨天其實我在東升連線 我現在東升連線 大概固定12點15分到30分 那當然現在很多電視台也邀請我 然後我在想 到底要東升還是怎麼樣 我在考慮一些事情 好不好 我都在持續考慮 因為很多電視台也邀請我 我很忙 至少我還算是收視率的保證之一 就跟大家講 為什麼 因為喜歡我的我想要看 討厭我的也想看我的節目 所以討論度很高 所以點閱率上說最高是雞排 我快輸的時候 在2600點的時候 每個人都不想定雞排 你看他們說 嘖嘖 沒輸了 就很不高興 就不看了 所以大概少了1萬點閱率 就是那些想要看好戲的人 可是我很失落 因為我的目的就是 要讓他們一直看錯 好啦開玩笑的啦 沒有什麼仇聞之心 來 育榮這種股票一直拉 那這種股票不要亂碰 其實你不覺得金額這種股票 比較甜蜜嗎 我每天要刺青你一下 我讓你看清楚 這個在這邊跌停板的時候 這邊跌停板 11月10號 頭暖先排 我們在看一次 是10月20號你們不相信就對 你看 全頭顧全台灣分析師 哪一個分析師 做兩件事 一件事有做 我就佩服了 你可以 但三件事都可以做 第一個 參加全股比賽 而且可以挑戰我180%佩服 當然我這次選股比賽 我不一定冠軍 因為什麼 節奏都錯了 你知道嗎 上週我是不是壓金銳 監插股嗎 結果金銳七猴 這禮拜才給我全噴 沒有關係 就像我壓雷虎一樣 沒有關係 都給我選完才給我噴 選完以後過一個禮拜 可是 知道大家開心就好 好 我也跟你扯遠了 金銳我是不是那時候10月20號 甚至來 你看喔 我送資料是10月17號對不對 送完以後 我那時候蓋牌 什麼叫蓋牌 蓋牌就是這樣很簡單 全部都遮起來 全部都遮起來 這樣 是不是 這樣之前站著吧 全部都遮起來 然後把它先蓋牌 金銳 我那時候是這樣先蓋牌 你不相信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當初的一個預告 來來來 喔不是預告 我們當初的一個影片 重播嘛 重播 來3 你看 10月10號嘛 沒錯吧 那時候給你秀過剛才K線圖嘛 10月10號 金銳是跌停板 我們再看一下 我今天除了動縮展平板 我還要先跌的股票 因為我看好後市 因為行情這邊打底 你就該買了 什麼股票 來 金銳 這不是也經濟日報股票 對 所以我今天不是經濟日報選擇的股票也好 或者我的動縮 或者是我的5夠高 今天怎麼樣 今天 跌停了 快跌停了 來看一下 3454 是 哇 跌停了 打開了 那麼難看這件事 金銳跌停板 郭子宏先開牌 而且還是經濟日報股票 你看我經濟日報最近多衰尾 可是我就這種人 我就是樂觀面對這一切 對 我行情來就大賺他一筆 你看每一次選軍銳 金銳股票 每一次選軍銳 那一種選他他就當我駝油瓶 不選就噴出去 I don't care 重點是我會員的簡訊 貨真價實的 同朋友拜託你們 我能造假嗎 我會員人數這麼多 一場演講2000人 不會一個普通會員都沒有嗎 不可能嘛 我又不是演講只有 一二十位的人分析師 你聽懂嗎 那可能一個會員都沒有 是 我這修士簡訊真的 這是不能造假 也不可能 也不 我的個性不可能造假 我也不能造假 沒有辦法造假 所以同朋友你看 你要怎樣分析師 金銳你看噴出去的 這是第一個股票 來 第二個股票 金華嗎 金華也是一樣 亮晶晶 對 解封概念股 解封概念股 同朋友2707 我上禮拜其實私底下 我遇到朋友我就說 其實準備要解封了 因為其實這是執政黨 他的問題 他跟我說哎呀 戴口罩比較好 像Luna你跟我說戴口罩比較好 沒有我是說吃自助餐的時候 其實我並不在乎 我要跟你講是另外層次的問題 對啊 自由選擇的問題 就是你想戴口罩 你戴口罩 可是你要遵照 我不戴口罩的自由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而且你不能因為我不戴口罩 我得了疫情 那我不能投票 這兩碼的事情 我相信執政黨不會這樣做 可是如果你過度的 過度的限制人民的一個自由 難道以後我可以跟你說 隨意跟人家 我今天因為有台灣有百萬人 不能投票了 我取消選舉 我總統在持續就任嗎 慢慢的擴大解讀怎麼辦 我在乎的是自由的選擇 你要懂我的意思 所以這是有些聽到民意的怒吼以後 他慢慢的解禁了 代表執政黨聽到 有聽到民意的一個心聲 所以接下來的一些概念股 他就會噴出去 我一直要跟大家講這些邏輯 你聽得懂嗎 很多人不懂 戴口罩比較好啊 怎麼樣 或有些護理人語要吐槽我 你們不懂我的意思 我要跟你講的是 很多東西不能過度解讀自由 所謂的自由就是 每個人選擇的權利 你聽得懂嗎 我在乎這些東西 我看很遠的這些東西 你聽得懂嗎 你知道納粹 納粹為什麼希特勒可以上台 他也是說當初很在乎民意啊 但是我不是要把執政黨跟納粹 這個比較比較 這個不能比 我的意思是說 很多的東西你要把它分開來 那最好的方便 那你不要有爭執的觀點 其實就是回歸一切 回歸到原本的生活 就這樣子 可是我再講下去 我怕有人過度解讀 有人一跳藍綠 哇好激動 好激動 可是我真的是屬於桃園中立 很中立的選民 好 我要跟大家講 希望你能聽得出來我的東西 像講這種東西 叫好不叫做 所以隨便你嘛 剛才政治的東西當然我沒說過 我不想得罪任何藍或綠的朋友 是 並非我所欲 我是股票分析師 好 好來 我們來看2707的金華盤中 再次散展創新高 股價創六年來的新高 金華就不錯了 你知道嗎 農長你知道為什麼我金華覺得不錯嗎 對 我為了這股價的新高 對不對 最近我自己有常常去 去金華幫他 幫他怎樣 幫他贊助一下營收 好不好 去吃飯嗎 去吃飯 所以要去吃飯贊助他營收 這跟大家講 所以你來看一下一件事情 它很多飯店 吃飯贊助營收 股價是拉起來了 所以折折贊助營收有差 然後叫會員買 拉他股價 開玩笑的 那叫會員買有沒有拉高股價 這我不得而知 可是我真的有去 也有去吃 可是這開玩笑的 不過你看真的有一點效果 這精華這噴出去 你看這價量其養 這種精華會比育龍好 育龍這個EPS是很難算的 你說瘋狂成這樣子 你看頭信也是普普通通 昨天才買有什麼用 昨天買2000多萬 今天是不是套牢了 我問你昨天還買 今天難道頭信不會再買嗎 今天套牢了 所以你頭信喔 經濟人 不是我要講的 你去買這種主動式基金喔 你不如買這種0050 ETF嗎 你如果 就像我那時候講 14000破了買 13000破了買 有沒有你買個五六千萬 你現在賺的快要五百萬 這不是難的 這不是難的事情 所以投資沒有 我要跟大家講 被動型基金不是不好 只是有時候 如果你懶得看股票 不是說主動型基金不是不好 主動型基金就是經濟人 他比較有多 善下的空間 他自己可以做去選擇 那被動式基金就是我啊 我就是一定的規模去選擇 或者一些參考一些指數 你懂不懂 我去買的 那你看這個育龍這樣去追 有意思嗎 育龍到底有什麼題材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那就穩穩的穩穩的 做你該做的事情 我這樣不知道 可是我跟大家講 你現在去換台灣50 也來不及了 就像我講的 你不能你解套 你知道我問你件事 之前很多人啊 賠就賠個兩百萬 賠個三百萬 假設你現在五百萬資產 你要等到你賺三百萬 什麼時候 台灣50賺60% 看有沒有等十年啊 十年是不會啦 可是你要等個五六七年 而且你是要完全相信自己喔 你懂不懂 完全不能出掉 完全不能出掉喔 這跟大家講 這是有可能 不是不可能 可是 你有辦法放那麼久嗎 啊如果你短期內呢 要五六十八怎麼辦 五百萬要賺到八十八百萬怎麼辦 你只能買金類這種股票 所以那時候低檔的時候 我告訴你你的選擇不一樣 你現在要翻身 你一定要選這種金類量 金金的股票 好不好 那玉琳站開高手低 那我跟大家講 我是金類開始要噴的 你不要開玩笑喔 我認為反正今天頭性未買 好不好 那講話同時我看一下 同沒有 來 聊天室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不好 好啦 他說我要去精華看哲哲 遇到我 拜託 藤行哲哲 不要餵食哲哲 好 開玩笑 請勿拍打餵食 對請勿拍打餵 跟我點點頭笑笑就可以了 來 讓我們看看有人說 8069雲泰怎麼看 雲泰喔 我跟你講他要一陣子 可是我還是認為一件事情喔 我覺得雲泰沒有大家想那麼差 因為他搞清楚一件事 既然台股不會破底 很多股票不會破底 很多股票接近前低的時候 你就要怎麼樣 正常看待 好不好 就像有些股票你跌的過程中 你就要正常看待 同時我只問你一件事 如果聯電明年也不砍價 也不砍價 我還漲價6% 那聯電的資本支出又不多 那EBS毛利不會增加嗎 第三件事情 聯電的資本支出還叫什麼 聯發科叫一些IC設計廠商 跟我一起出錢耶 那資本支出會減少嗎 是 資本支出一定會減少 那這個公司你說會裝明年 今年可以裝到6到7塊 你明年可以裝到5到6塊 如果你明年還是可以裝到6塊錢 你跟我說44塊8倍本業比 你不覺得笑掉大牙嗎 對啊 開玩笑 然後一堆外資分析說 明年還會打第二隻腳 真的好好笑喔 明年景氣還會變壞 古約翰還說低點還不會到 低點還會到 我跟你講啊 我不知道有人說平生不是古約翰 重南股市也往南 重南股市也往南 往南 好啦 你發音對啦 好 謝謝 我要重點跟他講人家開玩笑說 要了解他 他是反指標正指標 他其實有時候是反指標正指標 我不在乎 我在乎是 雖然他是說他會打第二隻腳 很多人打第二隻腳 我在乎是巴菲特啊 巴菲特說什麼我就做什麼啊 因為巴菲特就是靠股票賺錢的男人啊 就像為什麼我說 有分析師有本事 要像我們一樣 你就要秀對戰單嘛 事前要講買什麼價錢嘛 跌停板就是敢先排嘛 這才真的 不然我們不要每個人變魔術師 不需要 當然我相信很多人都很認真 很多人努力 可是我要堅持走出澤澤的道路 屬於自己的道路 屬於自己的道路 就是你去想想看 你要找個分析師 好不好 所以昨天那生日 當然我們生日那個優惠價 就結束了 昨天晚上十點好多人來問 也謝謝大家啦 那我們慢慢跟大家講一些股票 來 景座也是一樣 你不要看這邊整理喔 因為它漲已經漲五成 它整理很正常 整理喝了會再上喔 你不要到時候噴出去 你說澤澤我沒講喔 我先跟大家講 我就是有講 好不好 南電也是一樣 我就是會講 好不好 這個也是一樣 3037 啊對 萬機跟你講我本周 星星看起來下去了 你不要擔心 該買就買 星星下去了你不要擔心喔 該買就買 好不好 出這一塊我們來看一下 來 2603 長龍 貨櫃山雄 要噴出去囉 這周我是壓什麼 你看我哲哲運氣真人 對 經濟日報是壓貨櫃山雄 我們先看上周 上周壓什麼 經濟期喔 經濟日報經濟期喔 上周根本就沒漲 這周就狂漲齁 好 生態8072 生態有沒有到 8072 監控三雄 監控三雄 你看喔 8072今天也不錯對不對 監控三雄 這周都沒有漲 這周還漲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周我壓什麼 長龍壓明 萬海 長龍壓明萬海 有沒有看到 如果長龍壓明萬海 明天噴出去了 代表改運了 如果這周沒有噴出去 相信我下周也會噴 按照我這次經濟日報選股的績效來說的話 好 懂我意思嗎 長龍你看清楚 也是打底完成 還原喔 這底漂亮 很漂亮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來看2618 所以說2618是長龍行 2603 2609 陽明 陽明這個底很漂亮喔 你不要到時候噴出去 走走走 我該相信你喔 我跟大家講喔 陽明 長龍 我跟你講從222塊 220塊 一路跌到65塊 我回答 我彈到100元 也剛好而已 可是彈到100元我可以賺多少 賺60% 666 投票6起來 先跟大家講 2609 2603 長龍也是一樣喔 對 還有陽明我看一下 陽明是多少 2609 2609 謝謝 這長龍 望海啦 望海2615 謝謝你喔 忘記他了 你看也是不錯喔 你看從你一開始 股市菜鳥什麼都不懂 現在代碼很多 比一般女生都了解股票了 我們那個我們看統計過 七成的 雖然我女粉絲很多啦 不過大概六到七成是男生看 因為男生還是比較喜歡做股票 三到四成才女生啦 先跟大家講 你看PTT STOCK版 你可能看到 都男生比較多 這跟大家講 如果你出現在PTT STOCK版 留言一下 應該蠻多人會 沒有他們應該也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齁 你要講你是誰嘛 好 好開玩笑齁 這是你的選擇 不管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有些股票慢慢跟你講 貨櫃三雄都會慢慢噴喔 那最後跟他講一樣 望海揚米也是會噴喔 最後金睿 去想一下 哪個分析是金睿 噴出去的時候跟你講 跌停的時候跟你講 上禮拜 你甚至看一下重播這上禮拜 尖擦股再看一次 那時候我說過 有沒有看到 不是這個這邊 這重播了 舊了 再看一次 這上禮拜還有上禮拜 尖擦股有沒有看到 準備怎樣 準備噴出了 不會跌破 那媽媽跟大家 所以明天安全監控股喔 我的金睿 我的棋偶 有看到沒有 明天噴出去你不要說 你看喔金的棋偶 還有生態喔 你不要到時候噴出去喔 這次 好厲害 播重播刺激各位 我要重播 刺激各位 你看我每天現在重播了 你自己要不要散車 你去想想看你要展上分析師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有人說說噴就噴的難能 好不好 所以不論對我出一些些股票 就預告在前面 那現在很多股票 它其實很難再破底了 好不好 因為景氣已經回龍了 同樣一年最好做的股票就是12月 就是12月 你到底要不要跟隨我12月 為什麼記得 因為每次11月生日過後 12月韓情特別影響很清楚 哇小型股噴翻天 你看運動這種股票噴翻天 去想看你要展上的分析師 我一切一切我預告在前面 最後我給大家 我10秒鐘看一下 中國國務院到底3點沒有開會啦 應該是理論上應該是沒有啦 來看一下 沒有 沒有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什麼解放不解放 所以 一切的一切我預告在前面 好不好 我看一下 有沒有講 沒有講 目前還沒有消息 有有有講出來了 就廢話 怎麼說 已經國務院 就是講官方的話啦 就是你聽不懂的話 所以就是我所說的 不太可能那麼快就解封啦 當然也沒有14天的全台灣封控啦 好不好 就是說從頭到尾 都讓大家過度解讀這些東西的 所以續經濟場 看我們節目 都了解最新的時事 然後外資今天也算大買 雖然沒買超過百億 可是外資的邱老師買盤 相信我12月會進駐 因為歷史上沒有賣這麼多 1.1兆 我只要回來個2000億3000億 你台灣股市你說1萬6 年底1萬6 那不是不可能啦 不論對貨錯 一切一切 預告到前面 去想想看你要展現分析師 我們今天也暫停了 我在跌停的時候先開牌 我在生日的時候 當天我還是服務大家 因為入會的人很多 到八九點 我就是這樣的人 你要不要找最認真的分析師 最認真的研究團隊 如果你願意的話 歡迎來一下請 080-66-8085 0800-8085 以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謝謝各位 歡迎幫我們影片留言按讚 想要知道更多標股嗎 可以播到我們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你喔 等一下等一下 不好意思 有我要跟著一下 中國國務院記者會 他封控管理有說 快風快解 陰靜陰解 那如果他真的有說這八個字 快風快解陰靜陰解 那就是利多了 因為我沒時間解讀 因為現在3點我要結束了 反正等一下有信心的話 對有信心的話 有辦法加Line跟Telegram 如果這樣的話 明天股市還會噴喔 如果真的要解封 確定要解封 講這八字蠻特別的 如果真的要解封 代表他了解民意的怨恨的 趕快要加入Line跟Telegram 最好方式加入我們會員 謝謝 這是利多最新解讀 拜拜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小組A178 Telegram私人帳號小組S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通通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